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們接著上一期的 幾個小時之前的那些視頻來講 那些視頻講到了中共太子黨紅二代 現在正在為政變造勢,正在策劃政變 有一點需要補充一下 就是紅二代過去他們內部是分裂的 有一部分人是對於西方的民主憲政比較接受 還有一部分人是死硬的頑固派 他們是必須得堅持中共的領導 因為他們認為只有中共繼續掌權 他們才能夠繼續的掠奪這個國家的財富 才能夠繼續的控制老百姓 所以說他們想這個政權千秋萬代 那麼這兩部分人現在很奇妙的 大家形成了一些共識就是必須得剷除習近平 為什麼呢?因為這兩部分人都意識到 如果是習近平繼續在台上 那麼他們會跟著習近平一起遭殃 因為習近平這次闖禍闖大了 他這次製造的這次災難 最後全世界都會回過頭來來對付他 如果中共的紅二代繼續的跟習近平保持這種關係 不反習近平的話 那麼他們最後就會被當成是習近平的同謀 最後會被全世界給幹掉 也會被中國老百姓最後群起而攻之 那麼他們所積累的巨大的財富 有一部分是在國內的會被國內的老百姓 全部的給他們沒收 未來的新政權全部給他們沒收 而在海外的那一部分也會被西方國家的政府 給他們沒收了 所以說這一部分人現在是惶惶不可終日 他們現在的危機感是非常深重的 而他們自救的路只有一條 就是得跟習近平劃清界限 當然你僅僅是說一下劃清界限 或者是將來等有人把習近平打倒了之後 你說我跟他劃清界限,那個時候已經太遲了 現在他們必須得動手,必須得用行動來證明 他們跟習近平不是一起的 習近平所做的這些種種的壞事 跟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那麼他們就能夠有機會把自己的財富保得住 把自己的地位保得住 無論他過去是頑固派的 還是這個開明派的、改良派的 現在都必須得走這一步 所以這兩部分已經聯合起來了 這是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 一個中國政壇的一個變化 那麼另外呢 想跟大家今天再談一談的 就是現在的這個局勢 但是大家一定要認清楚 整個世界的經濟這次是完蛋了 根本沒有辦法挽救得了 一定會發生巨大的危機 而且會滑坡一直滑到谷底 非常巨大的一個經濟上的大崩潰 比過去半個世紀任何一次經濟危機都要來得猛烈 幾乎是可以和1929年的那一場世界性大危機 可以和那次危機相提並論 那次危機美國的整體的國民經濟下滑了多少呢? 下滑了70%多 那其他的歐洲國家也類似這一次 最後下滑的程度可能就和上一次有的一比 在有些國家可能更加的厲害,比如像中國 現在有一些很多的這些專家學者 他們還在估算說經濟危機可能不會有那麼嚴重 有可能甚至不會發生 比如說前兩天路透社就引用了一些經濟學家的這些話 說現在全世界有80%的可能性會陷入經濟衰退 我就發現這個專家,專頭的專不僅僅是中國有 外國也有,西方發達國家也有 現在全世界有9億人 現在是已經被迫的變成宅男宅女了 而這9億人絕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最發達的國家 比如說現在的這個歐洲、北美和東亞 像日本、韓國 還有台灣,那這些地方呢 很多人都是被迫的變成宅男宅女宅在家裡面 宅在家裡面他就不能夠像過去那樣消費了 那麼消費一少 生產就必然的就會減縮 而且過去生產的那些東西他賣不出去 還會導致整個經濟體系的這個流動性降低 最後導致很多的企業倒閉 導致很多的企業遇到巨大的困難 最後生產方面消費方面都出了大問題了 那整個經濟不垮 可能嗎 過去這幾十年出現過很多次經濟危機 就像2008年的還有像1997年的 那個時候都是某一個環節出了一點問題 然後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引起了這個比較輕微的經濟上的這種衰退 這一次是整體的經濟各個環節都出了大問題 而且是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這個疫情現在又完全控制不了 全世界現在還處於一個初級階段 甚至是包括中國現在他也是處於初級階段 現在中共說我們實現了雙清零 就是這個案例、病例和死亡的數字都是清零了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中共所說的話 你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要相信,相信了 輕則就是財產損失,重則就是丟掉性命 堅決不能相信 中國現在已經有一些體制內的人 還有一些各地的民眾自己在網上面發布的一些消息 都已經證明了根本沒有清零 現在全國各地有些地方還有大規模的在爆發 那麼現在中共搞這些雙清零主要是想推動復工嘛 復工你這個人數越多 最後形成的這個群聚的這個爆發也就越多 所以最後還會來第二波,甚至是第三波 而且整個這個情況看起來 跟1918年的那個西班牙大流感是相似的 西班牙大流感一共是出現了三波 最厲害的那一波是在第二波,就是在第二年出現的 如果是這一次也是跟西班牙流感一樣 那麼問題就大了 那麼這個以前它會延長的這個時間 就會非常的長,對經濟的打擊也就非常的大 我是住在加拿大,今天去溫哥華市中心去辦了點事情 溫哥華現在天氣不錯,街上櫻花盛開 在全世界的所有這些城市當中,除了日本的之外 我估計溫哥華的櫻花是種的最多的 現在這個櫻花開得很繁盛 但是街上人流稀少,冷冷清清 人流不知何處去,櫻花依舊笑春風 而且這個城市裡面過去人流洶湧熙熙熙攘攘的那些商場 現在都是很冷清,絕大部分的商店都已經關門歇業了 只有藥店還開著 那溫哥華、加拿大的這個情況 在跟歐洲、美洲其他的城市比起來都不算是嚴重的 我們這邊的這個病例現在只有100多 所以說跟歐洲、美洲是沒辦法比 那溫哥華都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了 絕大部分人都不出去消費了 可想而知美國和歐洲的那些情況更加嚴重的那些城市 現在對於經濟的這種負面的影響已經大到什麼樣的程度了 所以這種情況下全球的經濟怎麼可能不崩潰呢? 百分之百的崩潰,百分之一千的崩潰 一點都不要,有任何的幻想 中國更是如此,全世界都崩潰了 你這個中國能夠獨善其身嗎? 你現在即使是恢復生產,你也賣不出去 你也不能夠出口 中國跟其他的地方比起來,跟其他的國家比起來 他的問題會更加嚴重 那歐美這些國家無論他的經濟怎麼樣衰退 但有一點是可以保證的就是他的糧食供給是可以保證的 所以說大家不需要太慌張 但是中國的情況就嚴重的多了 中國的經濟一旦崩潰了 就極有可能出現糧食危機,甚至是可能出現大饑荒 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歐美國家的糧食是自給自足 而且是大量出口的 而中國是糧食不能夠自己 30%以上的糧食消費過去這麼多年都是靠進口的 因為中國過去本來耕地就不足,人口眾多 而且還有很多的地方是被荒廢了,被拋荒了 農民種田掙不著錢,所以說不種了 那麼這問題就大了 如果是經濟崩潰了之後,那麼外貿又出現了問題 現在外貿已經出問題了,二月份的時候外貿已經銳減 而且貿易順差已經消失了,已經出現利差了 那麼外貿減了之後,外匯收入不足 那麼你拿什麼去進口糧食呢? 如果是再加上外資大量的撤離 那麼最後的外匯儲備大量的減少 那麼進口糧食不就成問題了嗎? 還有一個非常不利的因素就是通貨膨脹 現在中共的財政收入嚴重不足 各地方的債務會發生危機 而中共現在是採取用大放水的方法 大印鈔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債務的問題 那麼印鈔印多了,自然就會產生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首先就表現在糧食價格的急劇的上漲 糧食價格上漲了是不是有很多人就買不起糧食了? 糧食短缺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引發一種現象 就是各地從個人一直到各地地方政府層面都會囤積糧食 就會造成糧食這種流通,市面上的流通不暢 這就會加劇糧食的短缺,加劇飢荒的到來 那更嚴重的是,當短缺到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就會讓整個的秩序,這個治安就會失控 小偷、強盜到處都是,就是為了搶口吃的 還有就是各個地方之間會出現增強 地方政府還有地方上面的各種各樣的集團 他們就會增強,增強的時候也會產生暴力衝突 那麼最後這些暴力衝突就會造成整個的糧食市場崩潰 整個糧食市場崩潰之後 那些產糧的地區他們後製糧食不放 那麼那些不產糧的地區就會餓肚子 城市地區它會和農村形成對抗 那如果是放任這種情況發展下去 最後會有很多人餓肚子 現在是一段糧食出現短缺 這就會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短缺了大家就增強,就囤積,就不流通 不流通了,最後情況繼續惡化就更加的短缺 最後這麼惡性循環就會形成 大饑荒,所以這個形勢是非常非常的嚴峻 但是這個饑荒對於中共政權 對於習近平當局來講他們是一點都不怕 甚至是他們更希望饑荒到來 他們甚至是要運用饑荒來加固他們的統治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大家看一看北韓就知道了 世界上過去這70年哪一個政權最穩固 無論是民主國家的還是專制國家的 哪一個最穩固?肯定就是北韓 這個國家又恰恰是經常漏饑荒的國家 經常糧食不足這樣的一個國家 那為什麼他政權這麼穩定呢? 因為他這個政權已經把這個饑荒 運用饑荒來加固統治 這個手法已經是爐火純青了 習近平過去這些年就是一直 他們這個體制內的人一直在研究這個朝鮮體制 現在他們已經很有心得了 所以說對於饑荒不怕 饑荒來了之後 他們會故意的讓一部分人餓肚子 甚至是故意的讓一部分人餓死 這個時候就形成了一個特權的階層 他們運用手中掌握的糧食來把糧食分配給那些支持政權的人 把糧食分配著那些政權所需要的人 那麼這一部分人得到糧食之後 他們就有一種自豪感、就有一種驕傲感 就有一種維護這個特權的這樣的一個動機 在朝鮮就叫做先軍政治 所以說只要你加入了軍隊 那你就有白面膜膜,就有米飯再加上肉湯吃 其他的人你隨時都有可能餓肚子 所以說加入軍隊這是多光榮的一件事情 當然還有軍隊裡面的那些幹部 還有政府機關、黨的機構裡面那些幹部 他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說他們形成了以這個軍隊為後盾的 武力為後盾的,最後用軍隊來控制這個黨政系統的 這一套體系鐵板一塊之後 你老百姓那就是任他們宰割了 讓你活下去你就能活下去 讓你死你就必須得死 所以這一套的這個統治手法 讓習近平看的是直流口水 所以說他對於饑荒一點都不怕 他只要保持著足夠的糧食能夠控制軍隊 然後能夠提供給這些黨政系統 提供給這些人,他的統治就比以前更加的穩固 現在習近平也在搞這一套了 前兩天就是看見了一個消息 就是說山東還有河北有些地方 當局就是在鼓勵大家種糧食 要求大家種糧食,甚至是把過去植樹造林的那些地帶 現在把樹都給砍了,要改成種糧食 而且不准種經濟作物 不准種那些看起來賺錢的那些作物 一定要種主糧、種小麥、種水稻、種玉米 這就是他們在為饑荒做準備 在那一個地區他們鼓勵種糧 但是他們覺得不是太可靠的 將來可能產生離心傾向 甚至是產生獨立的跟中央鬧矛盾的這些地區 他們不鼓勵大家種田 像在廣東、廣西這些地區根本就不鼓勵 因為他們對這些地區的老百姓,對這些地區的官僚體系都不放心 所以說他們希望這些地區將來出現缺糧的情況 缺了糧了他們才好控制 所以說今後這一段時間 一年兩年甚至是更長的一段時間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現在根本就不用想發財的事情 根本不用想我這個工廠能不能夠保得住啊 不要想這些,只要想你能不能夠活下去 能夠活下去就是最大的勝利 那麼在面對著這個饑荒和缺糧的這種狀況下 怎麼活下去呢?有幾個辦法 第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換外匯 換大量的美金 如果你有辦法的話 那麼今後用美金這個硬通貨就可以買得到一些糧食 那麼另外的一個辦法呢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回到農村去種田 現在城市裡面的人是佔了中國人口絕大部分 但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農村還有根 還可以回得去 是過去十幾年、二十年剛剛搬進城市的 在農村還有親戚、朋友對於農耕的生活 還有一些技藝、還有一些技巧可以回農村去 現在能夠回去的一定要回去 不見得一定要在那兒藏住 但是要把莊架種起來 那還有一部分人已經在城市裡面住了好幾代了 在農村裡面根本就沒有根 而且在城市裡面它也沒有土地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怎麼能夠發展農業呢? 那我告訴大家有條件的要發展 沒有條件的創造條件也要種田 怎麼樣創造呢? 現在大家住的這個樓房裡面 那肯定都有一個陽台呀 那有一些窗台呀 要把這些陽台、窗台盡量的利用起來 種什麼呢?種那些高產的作物 比如說像土豆、像紅薯 一顆土豆、兩顆土豆 然後在饑荒的時期就可以救一個人的命 就可以讓一個人活上一天 所以說要居安思維 要把這些能夠利用的條件全部都利用起來 陽台利用完了 還要往樓頂發展、往天台發展 全樓的人大家都組織起來 把天台改造成為種糧食的、種蔬菜的地方 將來一旦饑荒開始了之後 那麼要迅速的把這個小區裡面的那些花園 人也要把它利用起來種糧食 還有一個辦法呢 是可以徹底的保障一家人的糧食安全的 那什麼辦法呢 就是提前到山裡面去 去開一小片荒地 有了兩、三畝地可以保證一家 三、四口人的這樣的糧食的供給 所以說這是一個徹底解決的辦法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進到山裡面去 開出一小片荒地 比如說你一家是三口人 你開出兩畝地 那就可以保證你的基本的糧食的供給 當然吃的不是太好 但是基本糧食供給可以讓你活下來 在山裡面大家不要以為 這個生活是相當難過 實際上我告訴大家一點都不難過的 我家在70年代的時候 曾經被下放到一個山區裡面 偏僻的山區裡面 在那裡面住了10年 到80年代初的時候才回去 那個時候物質生活是比較艱苦 那個時候住的房子 墻是用泥巴堆起來的 那麼屋頂是用稻草覆蓋的 基本的生存、糧食、還有水、還有房間、還有供卵 都是可以有保障的 有什麼不好呢?而且是短期的過渡一下 人生多一個經歷是相當好的 一點都不用害怕 那我今天進城的時候就發現一個現象 我進了幾個商店、藥店 裡面衛生紙全部都賣完了 這就是說現在衛生紙有可能在未來出現短缺 那如果是你進到山裡面去了 至少是不用擔心衛生紙短缺了 因為山裡面有一種東西 可以實現個人清潔衛生比衛生紙還好 什麼呢?有些朋友猜可能是樹葉子 我告訴大家樹葉子不行,樹葉子太光滑了 解決不了衛生的問題 如果你辦完大事了 有一種東西可以用來做個人清潔的 最好最好的東西,什麼呢?就是青苔 青苔無論它是濕的還是你把它做乾了之後 都是非常好的比草紙效果還要好得多 所以說進山不用怕 將來糧食飢荒出現了也不用怕 只要提前做好準備就行 好,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